美国反对美国成长派,如何与不遵守规则的美国打交道? 美国反对美国成为特朗普执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对于前任们做出的重大决策,凡是特朗普认为有问题的,都要推导重来,按他个人的意志重新谈判,或者钱粹直接废掉,彰显了特朗普式的权力任性与傲慢。 一言不合就退群,是特朗普的形式风格。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TPP,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议程等等,一次次掀起巨大的冲击波。 最近的例子是,8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对于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伊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最片面的协议,该协议缺乏有效机制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及洲际弹道飞弹项目,无法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特朗普声称,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一大不稳定因素,除非法从事和活动外,伊朗还在全球范围内支持恐怖主义活动,造成叙利亚,叶门等地局势持续混乱。 理由看起来似乎很充分,但能不能站得住脚呢?这个显然能光看他的一面之词,还是看看国际社会的说辞与反应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当天宣布将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及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制裁深感忧虑。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说,伊核协议是和不扩散和外交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并为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所有关于落实伊核协议的关切都应该在伊核协议所建立的机制内加以解决。 古特雷斯呼吁伊核协议的其他缔约方,充分遵守各自根据协议做出的承诺,呼吁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支持伊核协议。 作为伊核协议的其他参与方,英、法、德三国及中国、俄罗斯分别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伊核协议的支持,伊朗总统鲁哈尼在8日宣布,伊朗将暂时留在伊核协议中。 欧盟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表示遗憾,强调伊核协议不是双边协议,任何一国都不能单方终结,即使美国退出,欧盟也会继续履行协议。 另外,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消息,自2016年协议开始执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后发布十份报告,均正是伊朗全面履行了协议。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伊朗全面履行了协议的情况下,相关各方均支持保留这份协议,美国成为唯一的反对者。 近期,英国、法国、德国领导人还曾分别与特朗普进行沟通,劝阻其退出伊核协议。 国际社会对保留协议普遍持支持态度,对美国的退出感到遗憾与担忧。 特朗普的一意孤行的行动证明,他根本默示国际社会的关切,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 对此,他的前任欧巴马对媒体表示,这一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将损害美国的全球攻系力,也将使整个世界更加不安全。 说到公系力,西方常常标榜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并把这看作是公系力的基础。 既然通过谈判签署国际协议,在协议没有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就不能单方面进行破坏,这是对契约精神尊重。 同样,既然参加了国际组织,签署有关章程,在不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也是对契约精神的尊重。 而这一点,在西方大国领袖特朗普身上却表现得荡然无存,国际规则和国家间达成的协议在他看来,根本不值一提。 他关注的焦点是,这些规则或协议能不能给美国带来短期的利益,如果不能从中尽快获取收益,就是糟糕的,需要重新修订变成让美国即刻获利的规则或协议,否则,他就退出。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被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及其盟友批评为正削弱美国的领导力,因为,战后主要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这也被认为是美国领导力的体现。 特朗普正在打破这些既往的游戏规则,这在外界看来就是美国反对美国的自相矛盾的做法,因此,被他被形容为闯进磁戏店的公牛。 特朗普的行为产生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践踏了国际公认务的行为准则,让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性。 既然美国可以随意退出国际组织,私已经达成的协议,那么,与美国的谈判或者签署有关协议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美国只是需要别国签署单方面让利的不平等条约,谁还会与他协商谈判? 这种反面教材般的示范效应,对于那些准备与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展开协商谈判的国家来说,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低估的。 进一步来说,国际社会应该如何与特朗普领导下不遵守规则的美国打交道,也是一个难题。 也许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有样学样,以比之道,反尸比身,既然特朗普把规则当儿戏,别国也不必须遵守,反正是一时以美国总有不满意的时候。 伊朗就已经放出话来,一旦协议真正遭到破坏,将会加强飞弹能力建设,并称随时可以启动油浓缩活动,并把责任归之于美国破坏协议的结果。 当然,美国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实力对别国进行威胁或者制裁,但在真正涉及到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谁又真正害怕美国的这一套呢? 世界上美国看不惯的国家和事情多了,每一个都去威胁或制裁,美国真以为自己长得三头六臂。 如果真如此,恐怕到时候就不仅是美国反对美国,而是更多的国家站到美国的对立面,一个人在战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